為了慶祝父親節 德州奧斯丁華裔聯盟 特別舉辦了游湖之旅 來犒賞辛苦的爸爸們 特別是德州的夏天非常炎熱 帶著全家游湖細水 是結佳的享受 沿著溜滑梯跳到湖裡 三十多度的高溫 瞬間變得清涼無比 不管是大人小孩 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 這裡是德州奧斯丁知名的水庫 Lake Travis 每年夏天各式各樣的水上活動 在這裡都可以找到 華裔聯盟也在一年一度的復興節 特別選在這個避暑聖地 舉辦游湖之旅 很少有機會有這麼多的 就是能夠有這麼多的朋友 一塊出來 然後一般的話像這種 游船的方式的話 你一兩個人或幾家分明 只能一個小船 只有在這種華盟 這個在大家庭的情況下 然後大家才可以在在一百人 在一百人的那個遊船上面 然後歡樂 然後聚齊 然後交移 因為在法令的規定下 每艘這類的遊艇 只能容納一百名旅客 所以四月份才開放報名 短短兩天名額就被搶購一空 讓動作班的會員為之二晚 一般的話像華盟般的活動的話會特別準備一些在音樂 然後在這個遊戲方面希望能親子 尤其今天是父親節 所以特別為父親的話設計了很多的這個遊戲 然後希望這個親子方面他們能互相能夠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林婆武下腰 爸爸們努力往後養 旁邊的媽媽和孩子們則是向前笑彎了腰 接著 草群舞大筆拼 爸爸們努力學得婀娜多姿的舞步 像不像三分樣 意思到了也讓觀眾的掌聲和笑聲從沒斷過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就在緊湊的親子活動下 大家度過了一個難忘的父親節 以上是宏觀新聞 這位兄李歐在美國德州奧斯汀的採訪報導